桃園市第407個U-bike站在桃園區幸福路水岸2街口正式啟用 地點位處經國特區臨近經國轉運站 一旁就是南坎西自行車道 讓民眾不僅可以方便通勤轉乘搭車 也可以直接上自行車道一覽南坎西風光運動休閒 李章表示才剛啟用使用率就很高 因為這個地方剛好是一個南坎西的一個腳踏車步道的一個節點 那目前一個新興的一個重劃區 有很多的一些休閒運動的人口在這個地方 我想這個站設立是非常必須的 那因為周邊的人口運動的人口相當多 那目前來講整個一個也有我們這個經國轉運站在這個地方 那未來我們也期待整個一個幸福路打通到中正路的時候 接到我們這個G12站 我想這個地方是未來整個一個桃園算是一個新的一個特區 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調通局表示桃園市的U-Bike使用人次比起去年同期大幅提升 可見民眾對自行車的高度使用率以及便利性 但也呼籲大家投保公共自行車傷害保險 目前投保率僅五成保險費有事輔出 請踴躍投保保障自身安全與權益 那我們根據我們的統計呢 我們今年一月的騎乘率呢 已經比去年同期一月呢 增加了將近21萬人次 這個在疫情解封之後呢 可以說整個騎乘的量也上升了 那同時呢 在這裡也呼籲大家呢 我們騎乘這個維丹U-Bike 我們是可以由市政府免費提供這個傷害險的保險的部分 那麼也請這個騎乘U-Bike的朋友呢 能夠主動的在我們的不管是用App 用我們的這個現場的機台 或者是手機都可以來註冊這個意外險的保障 那麼讓我們這個多一層的保障 讓我們騎乘的會更安全 李章表示 經國特區近年來人口及建案數量大幅成兆 鄰近交流道還有轉運站 未來將會是新的發展重點區域 他也建議市府將平面停車場 活化成多功能場域 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我們也呼籲市政府在這個地方 未來除了這個U-Bike站之外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公有的停車場 那我們希望在這個停車場上面 可以來做多目標使用 讓我們的一個公託中心 可以在這個地方來設立 加會很多我們一些年輕的族群 因為現在年輕族群上班真的很辛苦 我們希望市府 我們張市長要大力來推動這樣的一個事情 非常感謝市府今天設立這個U-Bike站 有很多議員也跟我們做協助 感謝大家 謝謝 幸福路水岸二街口 U-Bike站旁邊就是南坎西 也臨近轉運站 之後幸福路還會打通到中正路 區域交通路網會更死同八達 U-Bike站也將串聯路網 方便市民通勤搭車以及運動 記者來尾一討論報導 10月10日 20日